现在到了喝奶的时间了 奶妈和奶爸抱着奶瓶来到熊猫幼儿园里 给每只熊猫宝宝都发一个奶瓶 这个小家伙领到自己的奶瓶后 抱起来就开始吸吮起来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身后有一双眼镜 正对他手里的奶瓶普视眈眈 正当背后的小家伙缓缓靠近 一场奶瓶争夺战即将打响的时候 奶爸突然出现 给他也塞了一个奶瓶 战斗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化解 前面的小家伙完全没有意识到 刚才自己的奶瓶有多危险 但你认为这样真的就结束了吗 太天真了 俗话说别人嘴里的奶瓶才是最好喝的 后边的小家伙再次瞄上了 自己小伙伴嘴里的奶瓶 虽然没有成功抢告 但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前面的这个熊猫宝宝的奶瓶 巴唧一声掉在了地上 又是奶爸赶了过来 捡起奶瓶 再次化解了这场危机 可是当奶爸前脚一走 真正的战斗才开始拉开畜牧 咦 你怎么喝这么快 因为 因为喝完了才好抢你的啊 这是我的 你自己的都喝完了 哇 拿奶爸你 怎么样 可爱国宝爆笑解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